第1个精选港股是财险2328 财险今年初三季 盈利倒退大约两成六 去到近193.9亿人民币 公司解释主要受到强台风等灾害事故影响 以及部分金融资产价值波动 于公稳价值变动选一中体现 市场对财险前景看法偏向正面 预料它增长之路可以持续 一众劝伤在业绩之后 给予财险目标价平均值是11.44 比上个星期收市价高出大约两成半 若果以人民币兑港元一算价悲观人民币汇格 将财险今年底每股账面换算成10.32港元 并且从较保守的资产成本价入账 作股算价预测PP去推算估值收复 如果财险股价收复去到大约1.14倍PP 正是2005年以来的平均值 大约值11.76 比上个星期收市价9.15 高大约28.5% 财险仍然有不少股价收复空间 不妨趁财险股价回调到9元买入 初步提11元止捷位8.2 第二架精选港股是领展8.23 本地收租股和地产股是香港股民家主流收息支损 五大高息环境加上香港零售住宅市道低迷 不利股价表现 而领展早前公布中期业绩 物业收入净压增长超过一成 可分派总压增加1.7%至33亿3千万 疫情过后租金可以上升 相信领展最坏情况已经过了 减租期已经过去 如果收租股能够维持租金水平 就具有持有的兼值 决定是否持有的方法就是与银行息率比 决定是否驟性主流 给松美叟 到了 等于 12 06 �μ 感谢观看